有關這個學生涉及這個網路遷入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查查的一個狀況怎麼樣 我們警察局在1月到4月就有查過少林涉及賭博犯罪 總共有11件54人 我們查局之後就趕快去跟教育處聯絡 準備拜訪校外會告訴他們這件事情 請他們在校園裡面加強宣導 我們警察的作為是加強網路的巡邏 我們總共在網路巡邏有網路巡邏4萬3千多次 那我們在這裡的時候我們也是走路在校園 去跟校長跟教育處長還有校外會 告訴網路犯罪的一個過程 他們青少人賭博的一個過程 我們在此呼籲家長要多注意學生的生活狀況 要了解他的生活作息 並且呼籲家長 有關在網路使用上 也要注意那個新少年的時候 他們是有沒有群體的一個賭博情況 他們賭博的情況大概就在賭博上 玩麻將跟博弈還有一些壓住的一個情況 另外我們也更加的呼籲 不要讓那個青少年射入賭博 避免變成小組頭 因為這個會衍生暴力討債的問題 我們警方也積極在偵辦 也在跟檢察官聯絡 如果有更好的線索的話 會移送法辦